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来自金融联合证信中信 小弟王明清 请大家多指教 今天到这边就跟大家讲述一下 我们中信这样从导入VDI 到目前这样大概也七八年的一些经验 简报做得比较简单 但基本上就大概文字叙述而已 那我们这个打造企业日不落帝国般的虚拟桌面系统 其实重点是放在不落帝这三个字 不是什么不落帝国 日不落帝国我们公司是全台湾就只有一家 也是不可能达到日不落帝国这种地步 主要是不落帝这三个字 那什么不落帝当然是资料不落帝 那一开始我们会有这个想法去做的时候 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因为我们中心必须收集很多 很个人的一些机密敏感的信用资料 那问题在于说那每个人在办公作业的时候 这些资料我们就不能这么频繁去接触他 所以在七八年前或者是更早之前 可能九年十年我们那时候决心要将公司的 那个主机的一些网段做实体隔离的时候 然后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一般办公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你能够去使用工薪中心内部的 不论是工人系统 拆勤 人士 一些申请表单 一些流程要能够让你去做 但关系到说你要改的资料 你要变更的资料是跟会员有关 是跟中心比较内部核心的资料库有关的时候 我们希望你能够到另一个属于我们中心内部的网段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当初最起初要做的时候 是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往后面讲 那时候的问题当然也是说 如果这样做难道我真的要配发给每位同仁两部PC吗 这真的是头很痛 对啊 因为桌机就很难啊 有的时候一些问题也不见得是PC 它本身有问题 但有些问题你还真的找不出来在哪里 所以以我们去维护的人来讲 通常是其实重灌 电脑会比帮它找问题的医院还要大 我们都问它说真的你给我半天我帮你处理好 我也不愿意在那边真的花了这么多时间 去帮它找说为什么 什么东西不能用 什么东西不能用 那是这是设备上的问题 但那有些问题又不是设备上的问题 我归类为人为啦 像我们中心有一些比较年长的 对 在公司很久 用很习惯的 比如说用习惯XP的 那前几年我们导入 将XP太换 我们导入问期 他就说这个不会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对啊 你怎么会不会用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你 对 然后很多时候有同事叫我去 我什么什么东西没办法印 比如列印问题 我没办法印双面耶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啊 是不是趋用程式 什么什么的没有装好 我想说 这个有懂喔 趋用程式都讲到这里了 好 我就查好你的列表机型号 带着我的趋用程式 过去那边找你 你帮我看一下 你按一下 我看你怎么印 印出来果然单面列印 有问题 我说 隔壁同事 你帮我印一下 你有没有帮我印双面 印出来 可以 真的有问题 好 我帮你看一下 什么问题 了不起就Drive重装 帮你要吃的时候 一看 不好意思 你那个 双面列印那边没有打勾 对 所以 他就说 可是我以前都可以印啊 对 还是真正那句话 我以前可以印 但我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 你以前可以印 那你为什么你以前那边打勾 你忘记了 对 这个东西是我归类为师 认为的问题 好 所以 桌机站的时候 我认为是说 真的很多了 中心这么多台 然后泰换 又四年 五年 然后跟着 微软的这边的一些 WIN7 SP1 SP2 然后再 现在WIN10 WIN10有这么多版本 现在又缩短成30个月 你原则上30个月就要换版 对 理论上 所以PC对我们来讲是 会是下一个很难管理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我们公司内部 资安的要求 是越来越繁琐 我们现在已经 几乎是进入到每个网段 只要跨廊段都要经过防火墙 所以是很多作业是越来越难做 然后重点是 这个小猫两三只 这个是真的啦 我们目前中心在管这些设备 是真的只有两三个 目前VDI这边300个 PC200 VSI大概也是300 所以 数量真的很庞大 但却都一定要花其他心思 就是再去使用者这边 毕竟他只要现在说他有什么问题 你不帮他解决 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做事情 所以这是管理 管理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再来是需求 因应区的资料 对我们公司的因应区 当然是会包含到很多 各自的问题 那这些资料 在经由大大小小外部内核 外部积核 不是 外部积核的单位来查 甚至精检来查 或是一些单位 我们自己花钱 请人家来自我积核的检查的时候 都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你们的 营运区的PC里面 有存在着个人资料 这是建议要改善的 或是不好的 毕竟这个东西 是存在于使用者这边的 那万一发生了一些治安事件的话 这资料就跟着就外泄出去了 那以我们 我们中心而言 就全台仅此一家 所以其实也不能发生任何治安事件 所以那时候就有考虑到说 集中控管 那资料就不落地 在属于比较敏感的这部分 那会希望说 电脑坏了 能够快速去恢复 像我 当然是觉得这很重要 对啊 我找不到问题 我真的很难找到问题 对啊 我真的很想重灌 对 就是这样 那在安全的 个人的验证方面 那公司这边是提出了 双因子验证 这也是后来 很多单位都有在做的 那我们公司那时候 出了一般 帐料验证之后 也一直有在想说 到底要做第二个验证 要踩什么机制 对 然后方便为运 所以后来 我们陆陆续续 这样子去征询一些意见之后 我们决心导入VDI 那登陆了双因子的身份验证这边 我们为了这一区 那独立再创了一个 Windows AD出来之后 那再导入晶片卡 然后这样子识别去作为两个 两个身份验证的机制 然后确定你是唯一这位登陆者 来提供你的虚拟桌面给你使用 然后来去让你去进行一些机密敏感的 资料库的资料变更 那出品空间那时候采用的 那当然是怕说伺服器会不会有什么状况 什么的 那你采用比较高阶的Storage 这叫存取方式 存取方式 其实比较是在于说 你怎么去操作这个东西 那开那段PC 我们这边后 因为觉得PC 你还是有一些连线设定 或是什么之类的 你一些相关的资料 你可能还是会存在你的电脑 这边本地段 那加上你本地段 这边还是有硬体的 有硬碟 有储存装置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后来是采用了 ZEO CLI这种 可能的端端装置 那在这种设备上 跟新CLI 跟一般的PC 不一样 ZEO CLI里面是没有储存装置 那它只有一个设定界面 你只要设定好 你要连线的 待会提到Connection Server Horizon它的Connection Server之后 连线进去 就帮你去导 怎么验证 帐号怎么验证 卡片怎么验证 那我们当然是有咨询过 一些外部专家的意见 然后才会直接去做这件事 这架构 先跳过 不好意思 因为投影片最后有点赶 我们先讲这边 连线验证的这边 这边是 双音质验证的做法 那我们在营运区这边 BDI使用者 连到我们的Connection Server之后 它要去做两阶段的动作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 以晶片卡导过来这边 这是我们第二阶段做的 我们最早导入的其实 也还不是第一次就导双音质验证 我们一开始导的是 透过一个实体隔离的区域 就是我们在我们公司里面 隔了好几间封闭式的小房间 请要做这些作业的人 进到这个我们所谓安全的区域里面 进去之后再请他去做这件事 那这件事的话 就是一个验证方式就过来 那他就是做AD认证 但做完之后 我们觉得这种机制还不错 人家外部单位来集合 也没有说有什么问题 甚至还说 你们可以多做几间 这样其他部门 就很多人就可以用这个环境不是吗 可是做这种东西 我们没有那么多空间 所以我们后来 决心要把这个装置 也放在每个人的办公座位上 那时候为了安全 我们是导双硬子验证 我们是用晶片卡的方式去做验证 这单一位使用者要使用的时候 他必须拥有他自己的晶片卡 经过我们SmartCard的那个验证伺服器 认证过了之后 然后会带出来这片卡片上的帐号 再请他输入他的网域里的帐号密码之后 登进去之后 我的Cardium Server才会帮你带出来 你在VDI环境里面 我配于你的专属的使用桌面 我们家在桌面的这一部分 在View这一部分 我们家都是专属的做配置 不是随机让大家浮动去做配置 不是你今天进来是电脑A 过了三四天之后又进来的时候 诶 什么是电脑C 我们不会这样做 就只有你才能用这一台 好 这边 这边是在这些年陆陆续续之后 我们像我刚刚讲的 前面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集合单位来查 我们要避免掉这些问题 我们不希望再有任何的 属于个人的敏感的资料 让人家去查到说 怎么会在外面去查到 所以我们把它导入VDI 资料部落地 但是这些集合单位 再来查 又来看 看到最后 他觉得我们的办公室使用的电脑 也有存在这种资料 我说可是这种资料 明明就是对外联系的资料 怎么可以把它称为是 个人机密敏感资料 但这是在于 好像那个什么个资法 发下来之后 他认为你的电脑里 最好就是不要有判别出来 类似电话 类似email 类似身份证字号 类似地址的这种字串 那我们公司就觉得说 那根本就是 对啊 我们觉得这是在找查 对 它就是要寄缺师嘛 对 所以我们后来才考虑说 不然干脆把我们实际上在 每天日常使用的这些电脑 干脆也都将它虚拟化 可是这点很难做是在于说 我们在营运区这样做 是因为它做的事情 当它到这个平台之后 它就会可能远端去某个地方 它就可能会开启 中端连线软体去哪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配的资源不需要多 可是在这边 我们是要很多的资源 才能去做这种事 因为每个人负责的工作业务 还有他负责的一些事项 管理的事都不一样 所以这边跟这边 前面 前面 这里我们会称它为 其实就是这算是跳板机 所以这边坏了 那我直接重布一台给你 对 很简单 为什么 进去之后你又可以看到这些 远端桌面连线的软体 或是一些其他大家共用的这些 应用软体 问数软体 但是当你说你连办公区 每个人每天在使用电脑 你都想把它虚拟化的时候 我觉得这很难 因为你 当它好 今天当它电脑挂了 我说我能够快速的再给你一台 对 但是我给你之后 对 我是用模板布的 我给你之后 这台电脑 并不是你原来的那台 里面可能我还要帮你再多装很多东西 对 所以在这边之后 我们就开始想说 那这边怎么做 所以我们后来 在这一区的时候是采取 等于是类似客制化的 针对每个人的PC 客制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所以我们模板上面 什么都没有装 我们模板什么都没有装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 我根本开创不出一个属于大家 可以共用的模板 那这边的话 因为跟营运区的使用的 机敏程度有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是没有做 那个 两阶段的音质验证 我们只有做AD的验证 然后再应该跳回去讲前面这一张 抱歉 在要做 以前 在做的时候 那时候民国 100年 大概2011年 在那时候我们导这块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VSEN 那时候我们用的是 传统的三层式架构 那当然是Switch啊 Server啊 一个Storage 就做好 然后让大家这样进来一连 但是我们那时候 Storage我们只有一座 我们Server可以有容错 HA 应该大家现场很多人都会HA 对 然后但是在Storage这边 公司觉得说你今天既然可以 在它这个桌面损坏之后 可以快速的再布给他一个 他是认为 那资料应该是 还好吧 状况性没那么多 那时候我们Storage 是没有 是没有规划的是 两座架构在做护槽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Storage 是没有容错机制 但在 这一次办公区要做的时候 因为VSEN 已经出来了 再加上 Storage很贵 对 重点是Storage很贵 所以我们才去考量到说 那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 新的HCI架构来去做 对 那那后来也成功地去建置到这一块 那容错的方面也处理掉了 毕竟 在VSEN的这个做法里面 我们家四台至少可以 一定是可以坏掉一台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抱歉 这是我们家在导入的整个阶段的一些步骤 我们从2011年到2013年 这是属于我们营运区的 将两阶段倒进来之后 然后在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一块 这是我们办公区的 那未来也是规划明年之后 会将全中心全部都是倒进去 这边我带快一点 因为休息时间我也想去下面几点数 不好意思 单纯的桌面系统贵的不用太高 这有做过VDAI一定都知道 就跳板机 所以根本是不需要什么 多大的支援给他 但是我就是现在做了办公区 而且我直接去导入了问食 就像刚刚路易斯提了 支援吃太凶 你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CPU 所以这 这次的 案子做完之后 让我很严重的去思考到说 我之后要怎么做 包含了CPU的call数 我offage里面 我的 我的第一颗cache 我需要使用什么 规格的SSD 我都要去考量到 加上 一些使用者 一天到晚就在做一些我不知道 他到底在做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CPU一定会纳入 因为我们很多 到最后还是要去从事一些影像剪辑 毕竟我们是有官网 对啊 然后 就是因为前面这边 做完之后 支援耗费太凶 让我完全不知道说怎么去管理这个环境 因为我觉得在之前 营运去做跳盘机的时候很简单 所以后来 我导入了V&A他们这个软体 这个系统 Operation Manager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 一看就知道说 你吃了多少资源 或者是你根本没有那么多资源 我都可以拿出来去跟使用者说 你真的没有用那么多 两颗CPU还给我 对 那这是之后 我们未来要导入的 那会规划GPU一起带进去 那导入完之后改善的当然是 主要是资料不落地 我们最近金简也来在集合过的 对我们这一块算是满意 因为可能那段没东西查 就没有电脑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查 这是一定有效的 而且他来的时候 我是直接在这一区 我就直接开桌面给他 他要看东西 我去他的位置 我也是开我的桌面给他 他查什么我就给他看 他也觉得说 这么方便为什么不全公司都捣一捣 我就跟他说 如果都用讲一讲就好了 我们全公司早就捣完了 来 再来是 我们做VSAN之後的 一个比较大的效益 我觉得这一块有差 储存硬碟 因为我们家是用OffH做的 那OffH除了说 你上面可以针对每个虚拟机 做瑞伍瑞六的保护机制之外 再来就是他的资料重复删除压缩 我们在这一块就节省2.63 这是目前 对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所以把VDI后来这样架在这个 VSAN上面 我们公司觉得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个尾韵 就是刚刚讲那个 VDIUS Opposition Manager这个东西 对啊 只要有任何事情 我可以先进来看 针对他本机单机自己先进去看 我就能知道说 他是不是真的出了状况 最后 赶快 好 完善的资料不落地 那使用者问题可以快速查询 OS本身有问题 可以提供新的桌面 这对我们公司的人 这是营运区啦 因为办公区我们是 针对个人做客制化 那软体定义储存 这有差 如果 公司买 不是买不起 没有规划 足够金额去买两座 Storage 做护操的话 这块是可以考量 那应用程式虚拟化 这跟GPU 这都是我们之后要导入的 那未来我们公司会 至于一直想要推行全面VDI化 其实也是一种形象问题 我们觉得 这样让外部听到 以后听到我们中心的名字 他就会觉得说 我们中心 所有东西都集中管理 都虚拟化 我们的 对机房以外 我们是不会留存任何资料 让所有的民众对我们公司 这样子来管理这个 征信的部分 会更加好信心 以上 谢谢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